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你低音区没有办法演奏得很饱满的话 那可能不是你琴的问题 可能是你单音的气息以及口腔的状态还没有达标 那你可以回到第二课再去看一下单音应该如何演奏 好我们回到这个低音区啊 我们拓展了低音区之后 我们会发现低四孔的吹气和第五孔的吹气这两个音是一样的 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演奏乐曲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就是这个音是抖啊 如果出现了抖的话 我该如何去选择 其实按理论上来讲这两个音我们都可以去选择 那比如说我们这节课的练习曲《有一地久天长》当中 我们可以全部都用就其中涉及到的抖 我们可以全部都用五孔的吹气来完成 那有些人就会问我可以用四孔的吹气吗 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说某一个音符你觉得你用四孔的吹气比用五孔的吹气 你觉得更方便更顺畅更好听 那你就选择四孔的吹气 就比如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在《有一地久天长》里面最后一个抖 这个抖用四孔吹气我觉得更方便 那我就可以用四孔吹气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最后一个抖 我就是使用四孔吹气完成 那总的来讲这个抖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将来的课程当中也会专门的再说到这个关于抖的选择 那现在我就不赘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地久天长》这个曲子 曲子当中有涉及到大量的跨孔演奏 跨孔演奏就不像我们之前遇见比较多的是 五孔到六孔六孔到七孔这种相邻的孔之间的移动 跨孔的话它需要比如说从五孔到七孔这样的跨乐 《有一地久天长》里面有一句是这样的 其中就有锐和拉这个五孔到七孔的一个跨乐 像这样的跨乐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要点 就是你要跨越的准确要跨越的快速 中间移动的那一瞬间可以稍稍的把你的气流收一收 或者把它停下来等到准确到达下一个孔的时候 再把气流放出来这样的话不容易带出中间的音 否则你听起来可能是这样的 会带出中间的那个音 那我们要移动的准确其实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对这个口琴足够的熟悉 你除了要像我们之前说到移动换孔的时候要列鼠大调七声音阶之外 跨孔的这个手感我们也需要一些针对性练习 就比如说你今天遇见了《有一地久天长》这个曲子 中间有出现一些跨孔 有五孔到七孔的跨孔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练一下五孔到七孔 然后一开始的这一句 这一句就涉及到了三孔到五孔的一个跨越 那你也可以专门针对三孔到五孔进行一个练习 通过慢慢的积累吧 你就会对这个移动跨孔的手感会越来越熟悉 那以后再遇到这种跨一个孔的你就比较快速的能够掌握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做一个《有一地久天长》的演奏示范 释放结束了之后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在本曲曲腐当中涉及到的新的阅历知识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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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一个点 它代表低音的so 在简谱当中 比中音低一个八度的音 需要在音符下面加一个点 如果是比中音低两个八度 那就需要加两个点 乐谱当中的第二个音do 是一个负点四分音符 它是在一个正常的四分音符后面 加了一个点 这个点我们称之为负点 加上负点之后 我们在演奏该音符的时候 需要延长该音符实质的一半 对于负点四分音符来说 就是要演奏四分音符 再加上一个八分音符的实质 也就是四字拍当中的一拍半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把胯孔练习 可以练得更加熟练一些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